現代化的科技的啟發 一起把它融合起來 新的一種領域上面的保養概念 接受媒體訪問 分享自己的理念 他就是李善丹 本名李正賢 是原道觀音廟創辦人 在藝術界也頗有名氣 更跨足化妝產品 日前卻被爆出 在海外基線賭債 黑衣人找上門 原道觀音廟創辦人李善丹 據傳在外面漢人有金錢糾紛 導致11月底開始 陸續有黑衣人 跑到這間觀音廟外面徘徊要債 李善丹遭報前往澳門豪賭 輸了將近兩億元 光是利息就要三千萬 更簽下債務協議書 結果黑衣人討債討到台灣來 兩度找上原道觀音廟 要李善丹還錢 不過廟方則是撇清關心 說是老師個人的金錢糾紛 目前已經報警處理 也是我們老師的個人債務的一個糾紛 但是跟我們到場 我們寺廟是沒有任何關係 我們寺廟是一個清靜的地方 不希望說有這種事情來干擾 來打擾我們 所以我們同仁報了警 廟方無奈希望不要再有黑衣人上門打擾 只是這已經不是第一次鬧上媒體版面 2007年原道觀音廟也捲入台北新議員 吳善九槍擊案 全因強拆原道觀音廟 興建的鄰骨塔引起的投資恩怨 這一次又疑似因為個人私語 讓觀音廟這塊淨土大受影響 記得加入黃泉新北報導 帕德祝主等逗用 12月12起跟著中天走 掰了五二臺 立刻訂閱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彎鑽笨集 同步下載中天快點TV App 一鍵看中天更方便 訂閱中天守護台灣刷一排加一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